脸部扁平变立体 简单 那么相信很多新手教室在磨皮的时候 经常会把一张脸磨的特别的没有立体感 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快速的方法 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五官的这种立体的感觉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空白涂层 将它涂层或模式更改为如光 咱们选择画笔工具 然后调整画笔到合适的大小 按住键盘的out键 那你的画笔就会变成一根吸管 对不对 首先来吸取一下面部比较暗的这个颜色 比如说眼角的这个位置 暗色啊 然后呢 把它的不通明度和流量全部降低到25%左右 好 那这时候需要在它的阴影区 来给它做出一些阴影的感觉啊 调小画笔 好 比如说鼻翼的两侧 可以适当的给它加深一点 下巴下边 对不对 包括唇钩的这个位置 那么同时我们再新建议空白涂层还是改成柔光 然后选择画笔工具 好 这时候按住out键来吸取画面中高光的部分 就是比较亮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比较高光的这个位置给它适当的提亮一点 好 那这时候我们打包两个涂层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时之前的 这时之后的脸部的立体感是不是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觉得效果过重的话 那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它的不通明度 让它跟皮肤完全融合 如果你觉得效果不够 你可以把这个涂层卡上加这再次复制一层 它的效果是不是就加重了 同时你还是需要控制一下它的不通明度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同时你也可以用蒙版配合来擦除多余的部分 比如说笔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组添加一个蒙版 咱们选择黑色的画笔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擦除 对比一下之前的之后的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还有什么想学的 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 你会给大家讲的 我来讲的 这是 好 还好 一共 这一共 一共 第三共 全共 分 平 来